马上就要登天了 很多人都喜欢吃炖羊肉 但怎样做才能软烂入味不塞牙呢 今天教你一个方法 做出来跟豆腐一样嫩 新鲜的羊肉冷水下锅 加一勺料酒煮出血沫捞出 一定要用热水清洗 这样炖出来的羊肉才不会发柴发硬 我每天都会教你一个一看就会的家常菜 麻烦您给我一个小红星 鼓励一下吧 沥干水分后直接放入锅中 炒至表皮微微发黄 放入姜块 干辣椒 一个八角 一袋黄焖酱汁 它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一瓶啤酒去香增心 一袋热水淹没羊肉 扣盖中小火炖29分钟 再放萝卜继续炖10分钟 最后放点蒜苗和小米辣 大火收浓汤汁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做起来吧